严重的精神病患者包括忧郁症 焦虑症 狂躁症和强迫症 用佛法来改变我们生活的习惯 去除恶习 想通 想明白 这个世界的痛苦不是永恒的 人的一生就是一直在追逐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所以我们才会痛苦 不追求名利 学会知足 那你就会常常的快乐呀 人间的一切都会失去 用良好的心态 接受有 去承受无 随缘解脱 用佛的智慧 让自己跳出五欲六层 脱离六道 这才是我们做人间菩萨的开始啊 欧洲 当年的凯撒大帝 他征服了欧洲 非洲和亚洲 当他要离开人间的时候 他告诉身边的四位 他说 如果我死了 你们要把我的两只手 放在棺材的外面 他的四重说 为什么凯撒大帝 凯撒大帝告诉他说 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看看 我凯撒大帝死的时候 离开人间 也是两手空空啊